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就是古靈精怪的東西 關於神秘的金屬巨柱 在去年年底 有一條很奇特的銀白色金屬巨柱 突然出現在美國的猶他州沙漠 之後又突然消失了 自此有同樣的金屬柱 開始在全世界反覆出現 譬如沉積了一段時間 之後又出現 最近出現在土耳其古文名遺跡附近 執法機構試圖在交通監控系統 希望查到是誰做的 在土耳其南部上勒烏爾法省 有一位農民 在5號時發現了一支大型銀白色金屬柱 高度大約3公尺 現在那條柱上面 刻有一些古老的特缺文字 意思就是看天空看月亮 跟去年多次出現的金屬柱很類似 過往幾時的案例都曾經出現文字 譬如東歐羅馬尼亞出現的金屬柱 有些詭異符號在上面 上勒爾法省出現的金屬碑那條巨柱 地點就是位於哥貝克力石陣附近 石陣是聯合教科文組織列名保護的世界股為止之一 說這個石陣實際的建造時間可以追溯到至今12000年前 被認為是人類已知最古老的複雜遺跡之一 被著名的英國巨石陣 巨石陣 巨石陣 什麼巨石陣 屌你老母 因為太隱僑口 讀到我屌你老母 我都有些僑 還要被巨石陣組成幾千年 因此擺這個金屬柱的人 顯然有心將他們的後現代作品 跟遠古人類為止做一個對比 都幾有心 根據土耳其媒體的報導 目前他們的軍警 現在正在查閱附近的交通監控設備 進行調查 並且有可能從一些運送的卡車著手 或是會不會是卡車運過來的呢 那裡巨柱 我覺得幾有趣 這些新聞 因為我見很多討論 有些人說到外星人 其實我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他們的人擺這些巨柱 想暗示什麼 我又不相信他們是貧空在地上 屌女老母臭在星上 又不會那麼激 我覺得是有人擺的 至於擺那個方法 到底是真的用卡車運過來 還是有些陰謀論的節目 講得很誇張 有什麼UFO抬過來 飛碟抬過來 這樣那樣很激動 又找巨人抬過來 屌女老母臭 講得很厲害 我沒有說相信或是不相信 當看到角度 這些很難走的 不過我真的很想知道 那些巨柱 想暗示什麼 又或者那些巨柱 想表達什麼 即他的感覺上 有點像我們小時候 經常聽人說 那些什麼 蜜田怪圈 那時候我看的那本小說 就是講蜜田怪圈 很過癮的 又說外星人 這兩個 又什麼磁場 又說有些人說 其實是他自己造假 但你看那個情況 是涉及到一些 蜜充 一些電的東西 很難造假 那個年代 很有趣的 那些紀錄片 都不知相信誰 還有呢 我們說回這個 金屬巨柱 還有呢 他們找人守著 金屬巨柱 找些軍人 那個感覺 很像 馬虎的雷神 那套戲裡面 沒有些人守著 那個鎚 那個鎚沒人拿得起 就是找人守著 那個鎚 那些軍營 有那種感覺 多有趣的 這件事 那接下來也是一樣 看看怎樣發展 這件事 如果有什麼跟進 再跟大家說一下 這件事多有趣 有突厥文字 很有感覺 真的很像雷神那種感覺 想到那個鎚 那樣 劈了在那裡 然後沒有人拿走 然後派兵過來 守著 神盾谷 現在他又派軍人 守著石碑 拿著槍 你老母 做什麼事情 很個人 那講到這裡 那就沒什麼特別 那這樣就夠了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